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知合作顺利 承诺会向大老板美言 搞好关系嘛 将来合作方便说话 谁知道老天都帮我们 这件事做得好 我会跟大老板说 谢谢老大 Taybo终于见到了大老板 并狠得大老板的赏识 随后Taybo配合修平 拼出了大老板的容貌 大老板Dogta约太子打球 趁机试探Taybo 好在Taybo没有上道 警方拍到了Dogta的照片 根据照片 他们搜集了关于Dogta的所有资料 吴嘉文给太子送餐 与太子谈起了吴东才 他拿起水果刀被Taybo撞进后心虚离开 吴嘉文向成天提出要做线人 被成天拒绝 而许秋平跟踪Dogta发现他竟是自家公司的股东 在和成天他们商量过后 他决定以回公司帮忙为名 接近Dogta 吴嘉文以换插销的名义 把窃听器放到了太子的办公室 Taybo看出猫腻 在他偷听时Taybo出来吓唬他 Taybo把这件事告诉了成天 成天答应会拦住他 Taybo陪太子去买补药 却碰到了阿珍 正巧太子出去打电话 Taybo听到阿珍提起之前的事急忙查开了话题 太子随即对Taybo匆忙离开有所怀疑 他绑架了阿珍得知了Taybo与警察勾结的事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看看他是谁 他已经告诉我了 你之前跟两个警察一起去找他 如果你不是叛徒 怎么会跟两个警察一起 难怪我们每次交易都出事 我怎么相信你 你出卖我